世間的這個歌聲是很有名的 像馬英九被我一路 從台北市長罵到當總統 那幾天被這個總統 就是要找你去罵 那韓國也是被我一路 從北農罵到當高雄市長 那你現在罵柯文哲 可是更靈驗的是什麼 不管馬英九也好 郝龍那個韓國瑜也罷 我罵他們就一路被我罵上來 後來我罵不到他們 他們就一直退步 我想這還蠻靈驗的 那你現在一直罵柯文哲 會不會把柯文哲罵到 所以我就是罵到剛好而已 我現在沒有罵馬英九 我現在就很小 就罵罵停地罵罵停地 所以下次誰要選總統 應該找你去罵他們一頓 其實前年那個韓國瑜 當選市長以後就很多人 就碰到我就說 嘿 黃之間請你罵我好不好 請你罵我 所以網友在問啊 他說你罵了誰 那個人就紅了對不對 那到底是什麼 你是有預測未來這個能力嗎 還是媽祖也有託夢給你 我還蠻會看人的啦 就是說像我覺得 這個這個誰喔 你組長大權 那你就應該接受著民間度 所以我罵我都覺得是該罵的 你覺得自己跟吳云龍誰比較帥 我講最現實的喔 我今天要能夠完整地走出攝影棚 你看我能講誰呢 我非就是吳云龍啊 為什麼 因為大家公認的啊 世間看久了該保養眼睛嗎 大家公認的嘛 你這麼客氣啊 今天這麼多那個 女士的助理在場 我更是不能不說 那把國民黨的帥哥有黃晴晴 講萬安 如果是你跟吳云龍講萬三個 誰最帥 欸 我還是認了 他們兩個並列第一啦 我也這麼客氣啊 所以我們三個他們並列第一啦 啊我算第二 客氣客氣 手彈起來 學書不大難分圈至 呵 第五個這個網友問了一個 蠻好的問題 他說 你最愛的這個理想型的對象 是長什麼樣子 為什麼 我有帶著他的照片 還把他照片帶來 會不會被老婆是嗎 我隨身攜帶 蛤 對對對對對 把他救救 你說是老婆的照片 就救我老婆 哇你還隨身帶著 嫂子的照片來啊 這我帶 哇很漂亮耶 蛤 龍眉大眼 長髮飄逸的 所以你說的 你說理想對象的樣子就是長這樣 對 要長髮要飄逸 對 眼睛要大一點點 這還是 這還是瓜子臉 哈哈哈哈 我夫人真的是 他是個美人 然後你說這二十年 你幾乎都帶著他 在什麼 對對 二十幾年啦 我都帶在身上 然後這是你們全家照嘛 對 欸我們 我們是臨時出題 我們時間沒有串喔 對 這個是平常就放在你的 對 好那這回去跟 有一點 舊啦 回去跟大嫂的交代 哈哈哈哈 對 好來來 王毅也不只是唱歌唱得好的 平常搭著一首好的小提琴 他有非常多很寶貴的收藏 我看你做什麼 我CD叫這個 是的 我CD 因為我 很愛鼓鼎樂的 我只帶幾片 我是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好的 你看第一點 因為現在CD不出了啦 所以我就把我喜愛的片子 我們就現在把它壓成副片 然後你就可以放在車上 對 那你本來的主收藏的 原片就可以收成 那你比方說在車上 在辦公室你就用副片聽就好 那你 要不然像現在這樣 你收藏的CD主要是古典音的比較多 對對 古典音 像這都 這貝多芬的九大家洋局 那我這有這個卡拉洋 同樣卡拉洋的版本 也不同年份 它只會不同的 像這個是柏林愛樂 像這兩卷就是 那個維也納愛樂 這就不一樣 你收藏這個CD大概有多少 我家裡大概有將近兩千片 兩千片 搖滾樂跟爵士樂 就是還有現代樂的 大概有四百多片 那大概有一千五百片 是古典音 所以以前只知道 世間喜歡他的小提琴 原來對這個音樂造詣也這麼深 不敢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收藏對不對 你收這個收藏手錶 這倒是很特別的一個 我喜歡手錶 我收藏的手錶 其實都是不貴 也可以來當作收藏 小小的奢侈 這是1996年 這個 1996年 這個就是新一代Pierce Borson 那個007有沒有 他那個Golden Eye有沒有 他那時候他們電影就跟 這個那個Omega合作 這個表 007的手錶 這手錶現在不得了 然後這個 對對對 這個算在裡面算 這個算比較貴 當時買這個 這些都便宜 就大概一個都 大概五六千 只有這個啦 因為Omega 這個品牌 這個現在大概多少錢 這個當時是五萬多塊 現在咧 現在我就不曉得了 現在六到九萬部分 那你那時候的標準是什麼 我就是 怎麼樣的才會選 有個性 我喜歡有個性 它有造型 那有的是很優雅 有的就是很 有年輕有創意 你那麼多 那裡面還有 有有有 像我這幾年喜歡 變模森耶 像我這幾年那個 差不多就是一個手錶 我喜歡這個Timblein 像Timblein 我就覺得 這個很適合收藏 第一個很耐用 它防水啦 防震 然後第二個 價格很公道 然後 所以你不只收藏 你平常也是帶著它出門這樣 對對對 像今天來的 我接著比較輕鬆的 你帶什麼樣的手錶 所以我就帶Timblein 好啊 真的好特別 OK 還有 不是也算是收藏的一種 是 聽說你對貓咪非常喜歡 甚至是什麼 是貓奴嗎 對 我養貓的歷史 其實我更早之前是養狗啦 我年輕的時候做鐵工廠 有地方大 那時候工廠裡常常會有野貓野狗來 我就都餵食牠們 甚至流浪貓 最早是流浪貓狗 那狗一多後來貓咪不來 狗最多的時候養了大概快十 十條狗 十條狗 從聖柏娜 羅威娜 到狼犬都有養過 那後來我工廠沒做以後 那現在家裡住這種大樓市的 所以我大概十七八年前就改養貓 以前是有愛心 所以就亂狗 對 就養貓咪 那時候十七八年前是我女兒 她生日的時候 她很喜歡貓 我就帶一隻美國短毛貓回來 那養了十年 那最近這六年來我們是 我家裡是養豹貓 養三隻 那這三隻是就先後 那有在那個 我太太帶他們家的一隻狗 她娘家一隻狗去安餓室 結果在那邊 哇 他們哭得稀罵 那有這個繁殖豹貓的人 剛好她那天他們繁殖四隻 那裡面有一隻這個就是 比較它沒有暴溫 他們認為他們這本來就要把它丟掉 那她看到我太太哭得那樣 她就說你很有愛心 那就給你養豪了 所以我們就帶回來 本來它毛色不漂亮 也沒有太多斑點 那這又有一些小缺憾 那我太太很有耐心 因為我們有經驗嘛 那我們就買雞胸肉 那就慢慢的 然後她本來會怕 不敢都躲在那個 那我太太就慢慢 她每天抱她問她這樣 她養得很棒 那個後來她毛色很棒 我們從她小時候叫她毛毛 後來這個繁殖豹貓 那個老先生 他看到聽到很高興 後來他們又一批 他也是四隻 那裡面有一隻 他們也是覺得可能要淘汰掉 他又說那你要不要收 所以我們又收了 所以是第二隻 所以前後我們就收了三隻 三隻都是豹嗎 聽世間彥人在講 真的是標準的貓奴 對不對 就是很用心在對 很用心在對待 而且從裡面得到很多的這個群 你平常在外面忙的機會比較多對不對 對 那跟貓咪的互動是什麼樣子 很好 你有沒有這齊嗎 我家 我本來很喜歡書房 就我們書房就變貓房 貓房裡面 光逗貓房二十幾隻 然後各種貓要玩的 吃山 這個坑坑坑坑讓牠爬來爬去 那尤其那個豹貓特別活潑 那我們那個水 給牠用的那個水杯 都用那個自動過濾的 那也被牠們玩壞了好幾個 可是我們就 那我覺得有貓咪來很好啦 本來像我跟我太太 跟我兒子女人 我們四個之間的溝通 哇這六年來 又因為這三隻毛毛小毛來 那就我們又變得 其實反而另外一種溝通 今天節目實在太精采了對不對 觀眾朋友今天看我們節目 一定會發現 除了以前政治的這個王世間之外 大家知道你會拉小提琴 沒想到柯也唱得那麼棒 然後有這麼多的這個收藏 從CD到手錶 而且還是一個標準的這個貓女 下次我們早前再邀你來好不好 多聊一點 老朋友 你叫我一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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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的喔我們下集救出萬景 看你還有什麼問題要問王世間 你開了四大電話對不對 只有第一個你叫去當 綜藝天王 讓牠過去 請牠都達成了 那個我不夠格 我不夠客氣啦 所以還有什麼問題要問王世間 然後希望牠有哪些事情 就包括下次不是只有唱歌啦 帶著什麼樣的一個收藏線 觀眾朋友換來留言 我們期待得勝明天見 也謝謝王一元到我們現場 好非常謝謝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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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握選的方式 拿這邊的家園頭稍微左右 蛤 蛤 看過了 蛤 最佳推校園 哈哈哈哈 老師不要晃到 哈哈哈哈 好所以我們定在這裡 好定在這邊 好手回味的轉轉 慢慢的慢慢的 看來表商不會來找我們了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